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感冒还没好的小冉 然后呢今天给你讲一下的我选音频设备的规矩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规矩 还是老规矩 本系列视频并没有经收过任何厂家的赞助 然后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正题 当然这个选择的方法呀 其实不仅仅限于音频设备 也可以限任何设备 就是包括电子产品啊 你想选购的东西 你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进行考察 那如果说你看过我去年的视频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就是咱们跟你讲啊 一期快一个小时 那个教你如何科学选购设备 对吧 啊这个呢 还是根据那期视频变态过来的啊 今年我变态了 我承认了 然后呢 还是浓缩为成几个点啊 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历史 也就是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出你的主观能动性啊 在那个相关的视频站呢 还有相关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外区的这种视频平台呀 包括你像各种视频站都可以啊 就是那些小角落里头开始发掘啊 发掘发掘再发掘啊 你能够发挥你的主观的能动性 找一找这个品牌的历史 嗯 当然如果说以我的老硬脾气而言的话 历史低于15年代 现在是2020年代 也就是说这个品牌 他最最老最老最老 我能够可查证的资料的话 你起码也得给我到05 06 07 08 这个样子对吧 如果说你要是再往再往前 就是你越往找到的品牌的东西 相关的这个东西的记录啊 越老越好 证明的是这个品牌起码活了这么久了 对吧 活了这么久了 没点独家秘籍 这是活不下来的啊 对吧 你所以说呢 你要知道品牌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是一个天天跟你讲究什么性价比的人 但是而且我也相信啊 在你花的钱不多的情况下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性价比了 啊 嗯 钱多也没有 啊 所以说呢 品牌的历史是比较重要的 要我来讲的话 反正基本就是低于十多年的 你不要看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都没活够十多年的 你还跟我俩提什么呀 诶 很多人是不是会想说 诶 你是不是不给新人机会啊 诶 还真不是这样 我会慢慢的看着你从新人变老人的 这个没错 是给你机会了啊 我观望给你了一个观望你的机会 这是第一点 举个例子啊 咱们来举个简单的一个小例子 查询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YouTube上面找一找嘛 就是比如说你像咱们找一找啊 咱们就找找扭曼吧 咱们都不找找别的 咱就找找扭曼 你找找你能挖出来 最老的能够啥时候啊 视频网站YouTube 咱们不能去按照官方的来角度来找啊 四年前呢 你看看他都什么时候上传的啊 有比较长的时间 咱们就会去给你列出来了吧 这种一两年前 这种咱都不用看 我看我都不想看 就是往前扒了呀 往前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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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扒了 两年前九个月前五年前五年前四个月前一年前 哎 我们很轻松的找到了扭曼KM184的十年前的视频啊 这个可以算作为一个考证的一个基点 对吧 至少人家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 对吧 再找一找啊 找一找啊 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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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朋友 是吧 六年前的 这也都算是一个比较OK的啊 这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佐证 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佐证啊 七八年前呢 自己看吧 十年前轻轻松松就找到了 这么多历史久远的考古系列视频 对吧 咱们今天的考古旅程就扫到这 说明扭曼呢 活的时间能考证的啊 还算比较早的 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想往下扒了的话 还能扒了就更早的 但是咱们能补费劲的扒了到这个 这么老的时间呢 也算不错了 嗯啊 这个就是给你考古的一个意义 另外呢 营销方案 第二点就是营销方案 营销方案呢 其实主要还是老规矩 还在YouTube里边查 看看他们面对的这个客户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客户 你看啊 你可以看到哎 这种有箱录音棚的哎 这种有箱录音棚的 这种有箱录音棚的哎 还是比较多的啊 你看看 另外呢 咱们再来找一个 咱们再来找找一个 你看看这种话筒 比较对比的 看着就相对啊 咱不看内容 就看封面就完事了 还凑色的 是吧 过得去的啊 然后呢 对吧 也还算比较多 对吧 起码是牛麦U67的 这也都是比较长的了 对吧 起码也能看出来 确实是给行业服务的 假设如果说 这都是你对这个东西品牌一点都不了解的一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看人家都是给什么样的人服务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还是变相的考证一下这个品牌在整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地位 另外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去看看那个更加专业的行业类的销售类的类别的网站 今天呢给你举例子两个呢 就是偷卖啊 欧洲最大的乐器销售商另外的一个天税 基本也算是我所接触到的几个比较不错的两个网站啊 就是关于音频设备这一块的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赏观赏吧 就当看看动物馆啥的 不要门票啥的就看看呗 就这两个对吧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还可以去看看这种他们官方能够发出来的视频 最早最早 反正好几万好几万部的你可以看看他能发的 他最早是啥时候发的 你就大约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这个YouTube官方吧 这个东西就是好好好好拔一拔就完事了对吧 影片3.13万订订阅者 然后视频没更出来几个 差不多基本就是九年前十年前这样 但至少人家也是挺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官方频道对吧 而且你也看看这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再去给这个东西再去做东西对吧 另外的话你还要看看 你买到的你想去购买的这个品牌里面到底有没有外区的销售基础 对吧 咱们以某某个品牌为例 对吧 你可以看看 对对吧 这不也有外区的一个销售基础吗 至少说这是一个第一点这是一个正经品牌的正经产品 但是至于说怎么怎么样 这个如果说你是小白的情况下的话 对于你来说你现在你可是一点都不了解 对吧 至少说你能找到OK 这是正经产品 生卡也是一样啊 生卡的话有这里边有找不到的啊 当然我就肯定我就不能够去给你找找不到的了 对吧 咱就不得罪那个人了 没有必要对吧 你也可以看看 然后OK 你想买的品牌都在这个里面对吧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里面看到了啊 就是这样 然后当然还是多方位的网站去进行验证 你验证的销售的渠道尽量不要去找一个 大体上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覆盖的区域 这基本上你也就可以看看哎 这个这个品牌的产品是不是面向全球的 或者是面向某一个轴或者是特定的这个区域的 这个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尽量不要去买只针对国区销售的产品 那你想想没 他得多没有自信才能只把好东西留给中国人呢 对吧 那你这真男人真头铁呢 是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 不是说光阁你村里头啊 你村里头你是学霸 到了市里你啥你也不是不能这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区销售基础 这个就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你像外媒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外媒的这种宣传 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也有假外媒 这个你就要自己去辨别一下了 另外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假设如果说你选购的产品是生卡的话 啊或者说是一些比较专业类的东西 你看看他有没有去给行业内去进行做一些服务 比如说那咱们就举生卡为例吧 那生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他有没有去给Away的公司的HDX系统去做第三方接口啊 反正据我所知啊 给那个Away的做第三方接口就那么几个老牌企业啊 具体谁我就不点名了啊 点完名人家不够夹鸡腿 对吧 不点名呢也挺好 这个也是你参考的一个佐证啊 merging的话 对之前你可能很多人听起来比较陌生的一个产品 就是merging的merging的这个音频音频的一些东西 如果说你觉得陌生的话那没有问题啊 那咱们就去那个Google里面去考证一下喽 对吧 咱们就是Google一下 Google去验证一下喽 对吧 这个东西啊 直接就搜HDXL就完事了 看看有没有给行业做接口 这个东西也是给你掌握给你掌握件似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你可以看看吧 merging的一些关于关于音频上面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去了解了解吗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应该知道 merging的话是给那个Away的有做那个IO的啊 merging technology看到了吧 可以看到了吧 然后人家人家也是有在去做一些比较高端的东西 真的不像说是啊 你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低端品牌 那这个不见得 反而你听说过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自己去这种食害构成了解一下嘛 反正就跟逛逛动员似的 基本也就是不花钱吧 对吧 再看看人家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吧 这种多看看这种国外论坛转一转 你就 比 比看那些所谓的这个 谁给你推荐一个今儿给你推荐个生考名 明儿给你推荐个话筒呢 来的爽多了好吧 这种东西都是自己去 自己去了解的 如果说咱们在那啥点来 咱们 看一看 舒伯乐有没有在座外区啊 参考参考呗 对吧 舒伯乐 对吧 来呀了解了解呀 谁到了外区视频平台谁还搜中文搜中文那没意思 瞅瞅吧 来吧 看看吧 一年前六年前至少人家也是一个差不多老品牌了吧 至少说咱由始可证啊 最最早的这个视频给外区发视频都六七年了嘛 对吧 这东西大家都可以去佐证佐证嘛 这种东西都是作为一个你选购的东西的一个旁证对吧 差不多你看到了吧 Supers 八年前的 可以看一下九年前的 基本咱就看一下上场时间就完事了 具体内容他也讲啥讲啥 跟咱没关系 咱也不管哪个 主要是看看他这个品牌 历史有没有有多久远 简单瞅瞅呗 自己瞅瞅吧 基本都能够看到了吧 这基本都是能够找到十多年强的老故事老视频的 老视频的 对吧 起码对吧 不像最好的检验的平台 就是个外媒的视频网站上转一转了 红色小网站上走一走了 你多看看吧 产品不了解没关系 拎出来瞅一瞅拎出来看一看啊 新品牌有几个能这么拎出来看一看了 加加油啊 对吧 不是不给新人机会 我是给你机会 让让你变成老人的 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 你还再看一看啊 看看有没有外区销售记录啊 瞅瞅啊 一起来看呢 这不就完事了吗 经常验一验货 这不比啥都强吗 另外的话 刚才给行业服务记录 咱们都已经捡完了 已经锁定了一个老品牌了 之后没关系 那咱们再来看看老品牌 有没有新产品 哎 苏伯乐在甜水上面是没有的 那可能不不设计这一个平台 对吧 那咱们再找一个 那偷吗 看看啊 看看有啥卖的吗 哎 看到了吧 欧洲的这个区域就有卖了 至少人家说有做对吧 可能不针对这一个区域 看到了吧 基本的话 大品牌的话 基本都是这种走出走出国内的啊 肯定都不是在 只在国内蹦的蹦的就完事了呀 另外呢 老品牌的新产品 就是你首先你确定你买的品牌 是一个老品牌了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 老品牌里面有没有什么新产品 这个咱就不用去多说了 另外你再去看一下行业内的 比较专业的专业的这种杂志 推荐的一个杂志呢 呃 叫做那个music tech 这个就是19年的11月份的那期的music tech 19年的 因为这个是尾数不多的能够免费下载的嘛 然后我们就瞅瞅它都有啥呀 对吧 字你看不懂 都是老英文 你本人字没关系 那咱们看上图总行了吧 对吧 谁家的产品看着了吧 再往下扒拉扒拉看看谁家的产品 对吧 看看看着了吧 这是行业内的杂志啊 这个不是说 这是音频内的比较专业的杂志 不建议你光看中文的你光看中文的有啥意思啊 那你不得走出世界看一看吧 光看你自己那圈里边那都是玩有啥意思啊 对吧 走出世界走出世界 冲出亚洲对吧 自己瞅瞅这都是谁家的产品 基本哪个都不差的好吧 这这又是谁家的产品认识吗 神创 OK 了解了解呀 有兴趣可以看看吧 再看看这都是谁家的股 反正我对股不了解 我实话实说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再瞅瞅这个谁家的产品 来吧 之前介绍过的啊 在那个从千元到万元圣卡里边 介绍过的一个prism sound 的的产品 了解了解啊 这个是他们家的老掉牙的产品 他们还给19年的杂志上面露个脸 这是真丢人呐 八串 这都老好几年前的了 自己瞅瞅吧 这都是这都是对吧 大厂的东西 起码Krog 这这都是一个那个什么吧 正是八斤厂商的吗 再看看 这哪个他也不是小牌子 小牌子他不敢跟上面露个脸啥的 对不对 你不得看看那种行业杂志吗 行业杂志上面都有什么品牌啊 瞅一瞅啊 这你也都你也应该都认识吧 如果说你要是说想了解了解设备的话 这你也应该见过吧 这基本都是很眼熟的品牌对吧 剩下一些杂七杂八的你没听过的 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大可一步步不必选购 我还是那句话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一句拷问啊 咱们说点正经的咱们保持严肃 所以说不要轻信什么性价比了 哪有什么性价比啊 用我的话来讲没有性价比 还是那句话 就是在你能够花得起的价格区间里边找一找 你看看是哪个都不偏刻的产品适合你 还是说哪个哪个就是偏刻的产品适合你 还是就是都不偏刻比较均衡的这个产品适合你 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自己去摸索 你再瞅手这都是什么品牌 咱们都已经聊过吧 但至少我你瞅瞅吧 咱们瞅一圈你瞅瞅了吧 没几个陌生的朋友吧 生卡这块没几个陌生的朋友 基本都是都是老朋友吧 看到了吧 基本都了过的 都介绍过的 产品推荐里基本都了过 对吧 至于说推不推荐呢 这就是我个人喜好问题 对吧 至少说这是一个 但是我起码我选的我给你介绍出来 这是这是应有的必要原则 对吧 你要说我的喜好或者是我喜欢不喜欢 我说实话我不希望你去一个劲的去看那个所谓的就是国内的这些什么这种网站上面的这些带货视频 不要去尽量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没有用没有用啊 对你的购买其实没什么没多大帮助 你就直接清醒清信品牌就完事了 我就想问一句话 就是品牌犯的上赚你这么点小糟钱 把自己积累这么多年的口碑毁了吗 我觉得不会的 品牌都要脸的 相比较而言 你品牌你打十多年 你十多年 你打下来的基业 对吧 但还是那句话 我不希望以我的主观观点能够去影响你 还是那句话 我如果说是给厂商去做的一些开箱产品呢 我基本我都会放在明面上 我也不想去给你去藏着掖着 我也不会去像有的一些人去给你藏着掖着 厂商提供就是厂商提供的 我自己的产品我肯定会多去聊两句的 厂商提供我也会直接直接看视频之前 踹你脑门子上告诉你 这东西就是厂商提供的 大不了 无非的结果就是 你不看不买的取关吗 就这么点事儿 没什么必要啊 这是我买我自己用的东西的话 基本就是 就这六点 多了没有 自己去选购 你也不要去问我 我不希望去帮助你去做选择 你就直接按这六点走就完事儿了 谁也不会上当 谁也不会吃亏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